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毅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无论结果如何 都不会改变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 伊哈冲突持续 以军猛烈轰炸汉尤尼斯 哈马斯发布最新人质视频 敦促以色列停火 俄方表示 总统普京计划访问朝鲜 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商订 各位好 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 凤凰卫视中文台 资讯台 香港台 欧洲台 美洲台 为您环球报道 我是权权 我是李科夫 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丹麦新任国王 菲特列十世致贺电 对菲特列十世即位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 建交74年来 中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人民间友谊愈发深厚 习近平表示 他高度重视中丹关系发展 愿同菲特列十世国王一道努力 推动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同日 习近平还致电退位的丹麦前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表示问候和祝福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太平洋岛国脑鲁15号宣布和台湾断绝官方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赞赏 欢迎脑鲁决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 中国愿同脑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15号下午太平洋岛国脑鲁宣布 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中国外交部表示赞赏 欢迎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已同全世界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脑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对于台湾方面称 中国大陆使用金钱诱导脑鲁与台断交 脑鲁为什么选择在台湾大选之后断交等 中国外交部回应都强调 脑鲁是主权独立国家 自主做出决定 台湾大选刚刚结束 美国就派前高官组成的代表团访台 与蔡英文 赖清德等会面 中国外交部强调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我们敦促美方务必认清台湾问题的极端 复杂性和敏感性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等承诺 落到实处 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 不以任何形式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凤凰卫视 国务委业不见 北京报道 欢迎回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15号上午在瑞士首都博尔尼 同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会谈 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参加会谈 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瑞芳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助劳政治互信的基础 发扬平等 创新 共赢的中瑞合作精神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务实的成果 会谈之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双边经贸合作文件 我们继续关注到另外李强在14号下午 和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进行了查序 李强与阿姆赫德共同成专列 自苏黎市前往瑞士首都博尔尼 一路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坦诚交流 李强表示当前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方愿同瑞芳加强交流互建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中方愿同瑞芳扩大地方和人文交流 进一步增进两国民众的友好感情和中瑞友谊 李强指出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欢迎更多瑞士企业赋华投资新业 阿姆赫德欢迎李强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 表示瑞士很多企业在中国投资发展 取得很好业绩 愿意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 瑞芳愿和中方一道 加强人文交流 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双方就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 文化旅游 冬季运动等交换了看法 一致同意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令埃及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到访埃及首都开罗 并与埃及总统赛西 外长舒凯里以及阿蒙秘书长会见 埃及总统赛西当天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王毅转达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亲切问号 并祝贺赛西高票演任 赛西祝贺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并重申埃及将始终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王毅与埃及外长舒凯里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个五年实施纲要 双方攻坚记者时 王毅表示 今年是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这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开辟了两国关系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 王毅还接受了凤凰威视记者的提问 王毅外长你好 我是凤凰威视记者阿雅 我的问题是 去年十月以来加沙冲突持续升级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那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方 对加沙冲突的看法和政策吗 谢谢 当前加沙冲突直接升级造成大规模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的灾难 负面外溢的效应在加速扩散 尽快停火之战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的任务 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将所有的努力聚焦到推动停火之战 保护平民安全上来 要避免更多的生灵涂炭 谈起鸿海紧张局势 王毅表示 中方呼吁情势袭扰民传的行为 维护全球产工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 同时认为 安利会并未授权任何国家 对也能使用无力 应避免给紧张局势活上教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此次访问埃及 延续了中国外长 34年来新免首访非洲这一游两传统 据述对埃及的访问后 网易将于15号到访非洲之行的 第二站图尼斯 富豪卫视阿亚正和埃及阿蒙总部报道 网易14号还和阿蒙秘书长盖特会谈 双方就巴以冲突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中华联合声明内容如下 应立即全面停火 全面有效落实 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就加沙局势和巴以冲突通过的有关决议 切实保护平民 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 和违反国际法以及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反对强行迁移巴勒斯坦平民 呼吁尽快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 尽快建立人道主义协调机制 国际社会应积极行动起来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并实现停火 任何涉及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安排 都应遵循巴人制巴原则 强调两国方案始终是今后任何关系到加沙地带 和约旦和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命运安排的基础 强调应做出切实有效努力 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双方对近期鸿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强调应尊重野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确保鸿海国际商业航线安全 呼吁尽快召开广泛参与的国际和平会议 推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路线图 根据具体时间表落实两国方案 推动重启巴以和谈 中华双方愿继续加强 沟通协调 为实现加沙停火 结束于200万巴人所遭受的严重人道危机 做出不懈努力 并致力于结束占领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 2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6万人受伤 哈马斯14号公布了最新的人质视频 敦促以色列停火 而以色列方面就相信 目前仍然有132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 其中25人在关押期间死亡 哈马斯14号发放一段最新人质影片 强调只有以色列停止对加沙进攻 才有可能释放人质 影片中出现三名人质 其中一人是26岁的中乙混血 诺亚·阿加玛尼 哈马斯并在影片结尾打出字幕 声称将在第二天宣告这些人的命运 诺亚去年10月7号 在以色列南部一个音乐节遭哈马斯绑架到加沙 他的母亲利奥拉患有脑癌 曾多次恳求外界帮助 让自己在去世前与女儿团聚 加沙地带战火威胁 哈马斯旗下的萨法通讯社15号报道称 已经战机和火炮正在猛烈轰炸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已经当天发放视频指 在汉尤尼斯发现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利用卡车运输武器 乙军随即对卡车发动空袭击毙两人 此外乙军还在汉尤尼斯 袭击了哈马斯一处指挥中心 摧毁了两个武器库等 乙军还宣布当天在加沙北部发动空袭 打死五名哈马斯成员 而哈马斯14号向以色列南部的阿什杜德发射火箭弹 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根据乙军统计 自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已有约9000枚火箭弹从加沙射入以色列境内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位于约旦首都安曼 以北约20公里的巴卡阿难民营 是约旦境内来自整个中东地区 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这里的难民都希望能够再次回到曾经的家园 许多在巴卡阿难民营的第一代巴勒斯坦难民 如今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但他们依然在梦想着 有一天能够回到故乡巴勒斯坦 在以哈战争爆发一百天之际 我们来到了巴卡阿难民营 拜访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 被迫离开故乡的难民老人 卡德尔达斯今年已经70岁了 在来到巴卡阿难民营时 他只有13岁 而如今已经是15个孩子的父亲 孙子辈更是有40个人 当时背景离乡 以为只是短暂的分别 而如今50多年过去了 可能他今生无法再回到巴勒斯坦 也有了约旦的国籍 但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孙 并不愿意放弃难民的身份 因为这意味着 无法再重新以国民的身份 回到故乡巴勒斯坦 卡德尔达斯还有亲人朋友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看到如今加沙人的处境 对于他们而言 仿佛是在重温当年的噩梦 对于他身份的身份 凤凰威士孙谦 约旦安曼报道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召开前夕 乌克兰在达沃斯举行和平会议 和多国的国安顾问 上讨乌方的和平方案 俄罗斯外交部指 俄方不会为了加入和谈 而放弃原则 83国与会代表邓天在达沃斯 围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于2022年底首次提出的 试点和平方案展开商讨 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俄罗斯撤军 保护粮食和能源供应 释放所有囚犯 追究战争罪行等 是乌方第四次举行此类会议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 伊尔马克在会后表示 各国代表就乌克兰乃至世界实现 全面 公正 持久和平的关键原则 进行了开放且具有建设性的会谈 他并指出 有18个亚洲 12个非洲 和6个南美国家代表参会 称赞有更多南半球国家 展示对乌方的支持 共同主持会议的瑞士外长卡西斯 指出 俄罗斯应加入和谈进程 他承认挑战重重 谈判代表证调整和平方案细则 使其更加可行 不过俄乌双方都无意妥协 战争远未结束 和平遥遥无期 俄罗斯外长扎哈罗瓦回应指 西方国家应停止巷污供应武器 不接受反俄制裁 不发表仇俄言论 这样一些被美国逼入困境的 欧盟国家才能找到出路 他强调 西方国家无法将俄罗斯诱入陷阱 俄方不会在放弃原则性方针的条件下 开展和谈 另一方面 俄罗斯库尔斯科州州长指出 防空系统在法杰日区上空击落三枚乌克兰导弹 并端促居民保持冷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关注俄乌战史持续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报告指 一旦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面结冰 俄罗斯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发动新攻势 但是分析认为俄军无法在战场上获得重大突破 乌克兰媒体引述匿名军方的消息人士指 俄军一架A-50预警机 14号晚上9点左右 在扎波罗热基里利夫卡地区执行任务时被击落 但报道没有提及 乌军是用什么武器将俄军的预警机击落 同一时间 俄军一架一尔22M空中指挥机 据报也在亚素海沿岸上空被机状受损 要在附近的机场紧急降落 有俄罗斯的军事伯克指A-50预警机是被俄军的炮火错误击落 A-50预警机于1984年服役 是俄罗斯空军唯一的预警机 可提供广域空中监视与指挥能力 雷达搜索范围可从白俄罗斯空域覆盖到乌克兰境内 在俄乌战事爆发之后 它为俄罗斯的空中作战提供了关键的服饰雷达监视能力 另一方面 俄乌战场目前陷入寒冬之中 严重影响俄乌两军的地面行动 不过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报告指出 许多俄罗斯的消息人士认为 俄军将趁机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共事 有消息人士估计 俄军会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面结兵 方便坦克等其他重型武器移动 以及乌军死守阵地 筋疲力尽之时便会发动攻击 时间可能从现在至2月2号之间 战争研究所先前的评估认为 冰冻天气将会限制俄乌两军前线的行动 俄罗斯可能会尝试维持或加强 乌克兰东部的局部进攻行动 以便即使在冬季天气不利的情况之下 也能够获得并保持主动权 但是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认为 俄军即使发动新一轮攻势 都无法在战场上获得重大的突破 放红为时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风15号表示 总统普京收到了正式访问平壤的邀请 穆斯科方面希望普京将来对朝鲜进行访问的 具体访问日期将会通过外交渠道上定 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朝鲜外物相催善机 将会在16号举行会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对媒体表示 普京已经收到了对平壤进行正式访问的邀请 具体访问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上定 佩斯科夫还指出 俄罗斯愿意进一步发展同朝鲜在各领域的伙伴关系 朝鲜代表团已经于周日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 科工对外称 此次访问是为了发展在去年东方经济论坛期间 俄朝两国元首在东方航天发射场达成的协议 根据两国元首之间的谈判结果 俄朝将继续在各级别进行对话 而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瓦当天对外表示 两国外长之间的谈判将于16号举行 扎哈罗瓦还表示 尽管西方国家发表声明 但是俄罗斯有权与包括朝鲜在内的国家发展关系 富皇卫视 引力 莫斯科报道 针对朝鲜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韩军15号强烈谴责朝鲜做法是严重威胁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明显的挑衅行为 朝鲜发布14日常供射射利用新型固体燃料推进器的 超音速中原程单刀导弹 韩国国防波使5日发表立场称 这是明确的挑衅行为 韩方急语严重警告 并敦促朝方列级终止相关挑衅行为 韩方兵警告称 如果朝鲜给韩方直接挑衅 将以立即强有力反制道敌原则 给予压倒心的应对 至于韩日之间对导弹参数的分析有所差异 韩军指出朝鲜发射导弹之后 韩美日三国共享了相关信息 正在以收集的信息来综合分析相关情况 统一部也强烈谴责朝鲜14日发射单刀导弹 在年初威胁半岛和平 谋求韩国社会舆论分裂的做法 并指出在9月朝我峰会之后 双边之间武器交易等非法合作行为 再持续下去 韩方在关注朝鲜外乡 吹山机访问俄罗斯 韩国方面认为如果朝鲜研发了 尺码和以上的高超音速导弹 实际上韩军便不能以爱国者三导弹 或萨的反导系统来拦截 放航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共和党15号在爱奥瓦州 举行党团会议 美国媒体报道说 特朗普在爱奥瓦州共和党初选的前一天 就已经获得了国会内多数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特朗普还和爱奥瓦州的支持者会面 呼吁他们要踊跃投票 但是期间就遇到了示威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14号报道 随着共和党籍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卢比奥和路易斯安纳州众议员 莱特洛宣布支持特朗普 共和党内已经有111名众议员和24名参议员 共计135人表态支持特朗普 报道还指 共和党在国会的议员总数为269人 这意味着特朗普已经获得 党内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支持 而被视为特朗普强劲对手的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只得到5名众议院过河党人支持 另外特朗普14号在爱奥瓦州 德梅英与协助竞选的志愿者会面 呼吁支持者勇烈投票 特朗普在讲话时再次批评总统拜登 可能将美国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过期间先后有人示威 特朗普的讲话被打断 而天气预测显示 爱奥瓦州将迎来历年最寒冷的党团会议 可能影响投票率 霍华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14号在埃及访问期间 就台湾问题发表简话 王毅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无论结果如何 都不会改变 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在埃及访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开罗与埃及外长 舒凯利会谈后 共同会见记者 王毅就台湾地区选举后 两岸关系和台湾局势 回答记者提问 王毅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地方事务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80年前 就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开罗 中国 美国 英国 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 其中明确规定 要把日本所窃取的 中国台湾归还给中国 此后1945年 中国 美国 英国 苏联 联合发表的波斯坦公告 第八条规定 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 王毅表示 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等 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 构成了战后秩序的组成部分 也奠定了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与法理根基 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中国主权必将遭到 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过去不是 今后更不是 台独从来不可能成事 过去不能 今后更绝不可能 台湾倒退 谁想搞台独 就是分裂中国的国土 必将遭到历史和法律的严惩 埃及外长舒凯里在发布会上 也再次重申埃及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王毅表示 台独严重危害 台湾同胞的福祉 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也将严重破坏台海地区的 和平稳定 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根据 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 富凰卫视张鹤阿雅 埃及开罗报道 台湾地区选取结果揭晓之后 俄方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 中方赞赏俄方表态 也感谢所有公开反对台独的国家 对中国正义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外交部表示 截至15号已经有俄罗斯 印尼 越南 哈萨克斯坦 南非 上河组织阿盟等 以发表声明 经文公报答记者问等形式 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台湾选取之后 岛内炒作 美日 欧洲等多个国家 发表声明之后 还计划派团访台 国际上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中国主权 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中方对有关国家发声明 制贺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做法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大选之后 大陆的国财办外交部分别发表评论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台湾的外事部门称 这不符合国际认知和两岸现状 80年前 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明确规定 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 此后1945年 中美英苏联合发表的波次坦公告 第八条规定 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 日本则接受波次坦公告 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 奠定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 历史与法律根基 中国外交部强调台海问题 真正现状是尽管两岸尚未统一 但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 法律地位和事实也从未改变 凤凰卫视 火微微夜不见 北京报道 欢迎回来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护生股市涨跌不一 护指冲高回落 中场微升0.15% 深层指则下跌0.36% 香港股市反复走弱 成交持续淡紧 恒生指数收盘微跌0.17% 台湾股市微升 大选不明朗消除 但是对两岸关系发展担忧 令加权指数上升动能不足 收盘是微升0.19% 汇市方面 美元汇价周一反复偏软 而人民币的几期汇价跌至了超过一个月的新低 市场再次压住 美国联邦处备局将会尽早降息 美元汇价周一牛皮偏软 对日元和英镑靠稳 但对欧元和澳元等偏软 市场预期日本央行短期内 不会终止超宽松货币政策 压抑日元汇价 也促使两年期日本公债收益率 去年7月以来首次跌至负值 人民币方面 中间价小跌34个基点到7.1084 将市场预测到7.1684偏强600个基点 集期汇价明显开低 失守7.18水平 但之后收窄跌幅 中场收低不足100个基点 但7.1721仍然是上月13号以来的新低 市场人士指出 盘中大行出手提供美元流动性 有助缓和集期汇价的跌势 离岸汇价则在7.19水平上下 反复争持 与再价的价差超过100个基点 同时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价 也触及超过半年新低 年初俄罗斯进口商对外汇的需求有限 加上俄罗斯央行本月与购汇 转为受汇 推动卢布汇价上升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上月内地银行结售会录得逆差43亿美元 较11月的逆差246亿美元大幅收窄 贷客设外收款转为141亿美元的顺差 全年结售会逆差733亿美元 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指出 上月的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更趋均衡 外汇交易保持理性有序 同时货物贸易保持较高规模资金净流入 近期外资来华投资呈现积极向好态势 他认为中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加上外部金融环境趋于缓和 未来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 具有坚实基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零售业巨头开市客Costco12号 在深圳开业大湾区的首店 引发消费热潮 记者15号也前往商场探访 发现卖场内饰人潮不断 记者周一驱车进入Costco停车场后 已看到不少车辆等位 商场入口前排队进场的消费者 人龙又如三路十八弯 为了分流人群 商场甚至还开辟了数个临时入口 排队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记者才进入到商场 作为目前数量最多的仓储式会员超市 开市客在1983年成立于美国的西雅图 目前全球拥有780多家门店 超过1.2亿的会员 是仅次于沃尔玛的全球第二大零售商 2019年正式进入中国 传统春节将至 海味 陈皮礼盒 甚至年菊等年货 都是热门的品类 当然噱头最足的玩偶熊 依然十分抢手 截至目前 深圳Costco已经吸引了 13万顾客办理会员 商家统计指 其中约10%为香港人 近两年内地的国际仓储式门店 多数选择人流量较大的主城区 以深圳Costco为例 方圆5公里内就有包括三姆 以及其他国内多家超市 体现国际商业巨头 共同看好国内消费市场 仓储式会员店发展趋势 受到外资的看好 在港人北上消费热潮下 Costco也正尝试通过 推出新的移动支付服务 来吸引港客消费 而预计在春节之后 企业将计划开通 线上购物的电商渠道 凤华卫视 陈维希李廷生 深圳报道 香港旅游发展局 公布去年的防港旅客数字 达到了3400万人次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数字超过预期 但是酒店房间的入住率 就只有大约八成 酒店业界就希望 特区政府向内地 争取更多城市 自由行来港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数据显示 2023年防港旅客的数字 达到3400万人次 香港旅游接立法会议员 姚伯亮表示 数字超出预期 其中内地游客占近八成 商务客复苏速度较快 反映香港的会议展览业的 发展势头 他并认为 目前香港酒店的价格不算贵 价格仍比新加坡 澳门及日本等低 目前内地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 可以以自由行的方式 到香港旅游 香港酒店业界的人士就希望 当局向内地 争取开放更多城市 来港自由行 凤红卫视 崔北军香港报道 天州7号货运飞船 和长征7号 姚巴运载火箭组合体 15号进行垂直转运 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 天州7号货运飞船 和长征7号 姚巴运载火箭组合体 15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工位 并完成了发射前 最后一次全区合链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 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天州7号是中国2024年 载人航天工程的 第一次发射任务 也拉开了工程 今年四次飞行任务的序幕 天州7号此次运送的物资 主要包括航天员生活物资 如服装 食品等 其中新鲜水果将近90公斤 比天州6号增加了近30公斤 将同时保障 神州17号和神州18号 两个乘组的实用需求 此外 天州7号还携带了 空间站设备的备品备件 即可靠性维修件 科学实验载荷 以及1750公斤的空间站推进剂 此次航天员物资的配件 尽量满足了载轨航天员 个人的定制化需求 除了最受他们欢迎的新鲜水果 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春节大礼包 以及两个乘组在空间站 进行交接的礼物 据介绍 空间站目前物资十分充足 不仅可以支持正常的航天员驻流 平台的维护升级 以及载轨大规模实验任务开展 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 额外支持航天员驻流三个月 因此今后天州护运飞船的发射频次 将调整为两年三发 专家介绍指 发射频次的降低 得益于天州护运飞船装载量的提升 此外 天地联动的物资信息系统的建立 也使得载人航天工程 能够做到精准补货 护运飞船它的一个改进 它的装载的空间和装载的重量 都提升在20%以上 这样的话相对于我一次运的货物的数量 就是要比之前要多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受连续降雪 极端天气影响 新疆喀纳斯景区连降暴雪造成道路阻断 导致超过1000名旅客滞留 有旅客表示 目前当地水电通信都正常 但是部分出现雪崩的道路仍未抢通 1月6号起 新疆阿勒泰迎来持续7天的强降雪 到11号 新疆布尔金县通往喀纳斯和木等景区的道路 多处发生雪崩 部分路段积雪最深处超过5米 当地政府13号派出陆航直升机 飞赴阿勒泰运送物资 并把有伤病和情况紧急的游客带下山 截至14号下午1点 以保障287人安全离开山区 不过目前当地仍有多条药道尚未打通 导致部分旅客滞留 袁金华14号离开和睦的赵女士说 目前当地电力通讯仍然正常 因为确实雪下的很大 然后我之前想去一个地方吃饭 然后我们导航明明那里是有条路的 但是我们就是找不到那条路 就是那条路已经完全被埋了 就是那个它的雪已经到了两边的屋顶了 其实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因为我们每天 需要快就出门嘛 然后这里核木是没有加油站的 所以我们目前不是 油的储备量不是很够 其他像水电啊通信啊都没有问题 卡纳斯景区在20号之前都将暂停开放 据当地公安局消息 雪崩区域现长150公里左右 共110多处 截至15号上午10点 已有120公里雪阻路段疏通 另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 卡纳斯景区将迎来气温显著回升 和新一轮降雪 山区局部地区雪崩风险高 仍需提高警惕 凤凰卫视周嘉信赵伟 北京报道 感谢您搭乘 时事直通车 2024年1月15号 我是全全 我是李科夫 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